他强由他强,惊风扶山岗 自下人离开蝴蝶谷已经一月有名 中途见过了太多混乱的场景 有起义军有打子,可谓是流离失所 显然这个江湖已经彻底乱套 他奶奶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了一条大鱼 我等待是燕云标局总标头龚九家手下标师 标局势力遍布天下 而等结标,莫非是自寻死路不成 燕云标局 这钱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我们就算是把你们杀了,有谁知道 大哥,咱们跟他废什么话 标局送的东西一定很值钱,直接宰了他们 如今兵荒马乱 你们燕云标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 还有心思找我们寨子的事情 哼,兄弟们,给我上 一时间百事号盗匪急速跟向马车 标队也瞬间做出防御姿态 虽盗匪伸手不如标师,但胜在人多 不一会的功夫十几个标师便被打得为成一个圈子 但也只是支撑了片刻而已 全部给我上,砍死这帮人 瞎人缓缓向前 看着眼前的盗匪颇有些无奈 这一路不知是他遇到的第几波了 既然遇到了便顺便解决一下吧 总归是一群祸害东西 好功夫 都是好逼乐 多谢两位少侠相助 在下燕云镖局林勇 不过是路见不平罢了 敢问两位少侠 尊姓大名 在下也好铭记两位的大恩大德 便叫我张三吧 赵 赵 赵四 对,赵四 凶开为何如此看着在下 哦,不是 只是你和我尼古拉斯的一个朋友同名 有些惊讶罢了 凶开真是有趣 尼古拉斯 我怎么没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地名 好好好 拿我当三岁小孩虎师吧 一个张三 一个赵四 咱好歹也上点些 在下有任务在身 不便久留 两位少侠若日后有事 可来大都燕云镖局寻在下 保重 赵兄为何还不离开 相见不如偶遇 反正前方只有一条路 不如胸台一起同行 随便你好了 胸台为何驾一辆牛车行路 哦,先前在镇上看到有些可怜 便买来拉我一段 说话怎么都不说了 如今我峨眉爱以听见 若入贼人之手 我们却连这人是谁都不知道 反出去 岂不是让江湖人耻笑 我们峨眉还怎么在江湖立足 师父 你有没有感觉那小嘴很像一个人 是谁 张翠山 张翠山 张无忌 张无忌是张翠山独子 近些年一直没有踪迹 江湖传闻 张无忌天资聪慧 又深得张三丰真传 既熟悉我们峨眉派武功 又会七商拳 众所周知 当年的七商拳谱是被谢迅夺走 想来也是和谢迅有着千丝外缕的联系 这一切不都实在说明他就是张无忌 张无忌 哼 欣赏武当找了张三丰质问 好会我峨眉山一听见 我倒要看看他张三丰如何抵赖 张兄 听声音 内功修为不弱 只是和我们中原地区颇有些不同 自是外邦之人 我不是那高丽人 有何依据 猜测 姑且不管他们如何 总之高丽武士出现在中原 便不会有什么好事 去看看 诶 张兄等等我 咱们还没有来 前辈捎带片刻 那人自视甚高 说是自己一人前来 便绝不会带人 只是此人轻功甚好 还需前辈出手 哼 你们中原的武功不过如此 今日且叫你们见识一下 我高黎青龙派的绝世神功 是是是 前辈武功绝顶 青龙派更是冠绝天下 还请不要忘了答应我们帮主的事情 对高黎次等小国帮派 竟如此卑躬屈膝 当真是不嫌害丧 结结结 讲不到三江包竟如此龌龊 勾结翻邦之刃 更是此等下剑姿态 真是罕见 装神弄鬼 我帮帮主李三江 乃是石的大体 尤其是你一个臭蝙蝠 可以污蔑的 青衣服王果然名不虚传 银若飞絮行似鬼魅 偏仙如青烟 轻功至此等地步 绝非苦练 乃是天兽 此人就是名叫青衣服王为一笑 赢你们这些卖国贼人的血 真是委屈我的嘴了 想不到三江包不敢对付我 却请了一个外邦人过来 你就是那什么狗屁青龙派掌门 你就是轻易服王为一笑 人不人鬼不鬼的 看来也不过如此 在下青龙派掌门全剑男 剑男 你爹妈怎么会给你取这么一个剑名 中原之人 难道多是脚蛇 没有真本事不成 就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 还是滚回你的高铃去吧 寒冰绵掌 早就听闻高铃青龙帮舌头双笔也很毒辣 专攻敌人下三路 今日一箭果然名不虚传 女 看来也 纵然有再多的人 不过都是些废物而已 废物 全是废物 你们高铃人都是废物 废物 全是废物 你们高铃人 大意了 连续使出寒冰远爪 导致寒毒再次发作 早知道 唯一笑 你修炼邪功早该如此 受死吧 精彩 太精彩了 轻易服王千功绝顶 在下佩服之志 此人竟能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不被发现 内功必然浑厚无比 若是敌人 只怕事 我命休矣 你修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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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